大家好 欢迎来到化学会客室 那今天在这个对谈里面 我是嘉义势力美术馆馆长一新 那坐在我旁边这位是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 洛洛 今天这个主题呢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扣紧着现在 我们所面临的就是美术馆经营 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然后我觉得也算是就是随时在考验着我们的应变能力跟措施 那其实就是这个主题叫做在多元和数位时代的美术馆经营 我觉得台北当代馆其实在这个议题的讨论底下应该是非常有趣 因为其实你们做的展览还有就是你们做一些活动 其实都蛮扣合现在整个时代趋势跟时代的脉动 所以我觉得或许在今天的这个讨论里面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台北以及在加美馆这边就是我们在做些什么 然后在这个国际的这个状态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美术馆 他们又怎么样因应这个情势的发展 我先来谈一下当代馆在多元的这方面的呈现 待会可能也会带到一些我们面对疫情然后做一些数位化的因应 那这些数位化的因应有些是已经完成然后开始初步的这种数位化的方法 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拟 毕竟数位化这件事听起来就是很简单 但事实上对于 真的吗 我觉得好像就是三个字 但是对于说现场要把它转成线上的一个观展经验 其实他要考虑也不只是把内容转成数位化 有一些是要考虑说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数位化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希望观众不至于忘记或流失了美术馆的参观经验 但是对于未来如果都是线上的话 其实有更多使用者体验应该要被加进来 那这个使用者体验就是不在场的这个缺席如何能够被补上 绝对不是在线上观看就可以了 对对 之前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部分 对因为其实对我个人来讲 就是我一直觉得说美术馆的参观经验 还有展览的参观经验 其实那个在场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实际上进入到那个展场里面 然后从你开始看到这个策展论述的介绍 然后你走到那个空间 然后去理解作品跟作品之间的那个观看的经验 跟他们产生的相互意义 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对于数位化来讲 其实挑战都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 究竟那个在场以及那个观看的经验 跟展览理解跟作品 他要提供的这些讯息 他到底要怎么样透过这个不同的媒介 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感知的可能性 跟知识了解的这个途径 我觉得这个大概会是就是数位化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部分 那另外当然还有比如说他怎么样创造 另外一种体验跟了解的这种创造性的感知 就是说他不只是只有这个知识跟感知内容的转化 他还可能变成另外一种就是创作 或者是创造性的可能或者是提供更多元的想象的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在这个讨论的内容当中或许会是非常有趣的一环 那其实之前我们也有讨论到就是说其实以最一般的就是 比如说数位化的这个状态来说 其实最基础的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像线上的图档的开放 或者是空间转换成线上虚拟的这种导览方式 那这可能是我们就是平常会接触到就是算是最基础的这种就是数位化的在网路上可以参观的经验 以当代馆来讲我们就是因为在2月以后就陆续发现来馆人数不断下降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如果以当代馆而言我们当然会 我们过去的观众会有一些核心观众 就是所谓学院研究者这个专业观众 那再往外一圈会是一般观众比如说喜欢到美术馆去享受这个艺术氛围的这些群众 在外围呢就会是观光客 然后还有就是非台北市民这些 但是你会发现尤其是最外面两圈的人 基本上因为疫情的关系它掉很多 那我们要服务这些人 是因为要把他从线上拉到线下就所谓O2O 还是说我们其实要服务他们能够即使不在场 也可以看到展览 那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说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你要服务的对象 好 再来就是你要服务什么 就是把展品数位化而已吗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做第一个就是线上导览嘛 所以把艺术家的作品每一件都拍了一个艺术家的线上导览的版本 然后当然策展人也会有 那其实它有点像说影片的呈现 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在演你的就是很多人也会用的 就是让那个美术馆展间它可以有一个VR的一个观看形式 那另外当然就是AR 就是你可以有一个东西的辅助 好像有一些现实跟虚拟的整合 但不管是哪一种 我都会发现它其实有一个地方很不一样 就是观看的角度 以前我们观众进来还一定是平视的去看这个展览 那有些展程可能会高高低低 但是基本上它是在眼睛的视角 但你会发现VR或AR的形式它其实有一种俯瞰 或它是可以飞入的 那其实是身体经验 就是我们physically是没有办法向这个镜头运镜这样的去走 那我就想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创造下一个世代的一种观展经验 就是科技延伸了我们的感知跟观看的那个视角 对那我比较把它放在说展览呈现上 因为在实体展场的呈现 虽然应该很明白说 呃现场呈现我们不会考虑到观众的动线 如何从第一件到最后一件 对对 但是其实在虚拟世界它是 它是无向线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点 对 那当代馆目前有做的就是我们会把作品做线上导览 那下一步做 就是想要开始去把每一档都会有一个虚拟的 就是空间加上作品的虚拟到来 是是 加美馆目前就是 呃虽然说还没有开放 可是其实也因应就是疫情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有在思考一些可能性 那我们目前就是说 因为我们并没有像当代馆这样子 就是眼前已经有一个有一个展览 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这个数位化的尝试 但我们之前就是还在做前期的这种推广规划的时候 其实就也因疫情以及南台湾的这种情势 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有把一个概念就是广播的概念 把它带入到整个艺术推广的计划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计划了七集的这个广播节目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不用再用群聚的方式 而是可以各自就比如说你听Podcast 或者是我们规划这些广播节目 他也可能在公共场所播 是可以调整人跟人自己本身的距离 用一个你舒适的那个方式来收听这样子 所以在这七集里面呢 内容都会是跟嘉义在地的艺术文化 或者是一些城市相关的脉搏有关 然后也跟比如说像戏剧啊 或者是其他多元跨领域的这些艺术对谈有关的 甚至有台语对谈的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广之下 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很有趣就是说 因为其实过去在做艺术推广的时候 其实大多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 比如说用座谈的方式 或者是用演讲的方式 但是现在借由广播的这种收听 那其实广播对于南部 我觉得对于南台湾的这些人来讲 其实他很经常是一种 就是生活上面的一个算是日常的陪伴 对 所以也因着这个广播计划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就是 在展场里面延展的那个视角 跟那个想象跟那个多元的那种动线过程 其实我觉得在艺术推广这边 藉由广播我们也有类似的一种算是发现 就是说在他聆听的那个过程当中 因为他收听的环境 其实是他比较日常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他听到的那些就是艺文方面的对谈 跟他自己本身的日常经验 反而可以扣合的更紧密 因为你所聆听的环境并不是很自视的要坐在一个就是被受限的空间里面 然后用一种一边在做家庭手工黑一边 对或是一边开车一边什么就是要赶什么行程 或是坐高铁或者是就是做菜的时候听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对于感知经验的改变 或者是说重新的创造另外一种体验方式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数位化过程一个对另外一种可能的可以创造的途径 昨天我们不是在讨论那个Podcast 其实他的这个实用人口不断的上升 对对 然后他因为疫情时代 所以他变成一个非常容易被用的工具 对 然后我后来昨天又在想说 其实像Podcast那样的经验 他很像展览观展经验 因为你就是一个人听 事实上你不太需要我们两个坐在一起 约一个时间坐在一起泡个咖啡一起听 他比较像自我沉浸式的 其实跟你一个人去看展览也很像 即便你跟朋友去看展览 你还是那个观展还是非常个人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你们做的那个Podcast真的非常好 然后我就有跟同仁们也讨论说 就是推广的这件事 其实只有视觉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艺术家介绍 其实他都还是视觉性的 那如果他可以不用用视觉 就是像开车啊 你眼睛是看别的地方 然后但是你可以 可以一样可以enjoy在那个内容里 因为其实对一般来说 就是看展览其实就是非常视觉性的东西 那如果说我们以其他五感的体验来说 或许还有其他可以多元创造的路径 那就是你刚刚讲到另外一个是AR嘛 其实AR我们也很想尝试 然后就我可以先预告一下 就是在开馆展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AR的展览 那就是我们就连接了五个嘉义前辈艺术家的生平 然后连接了美术馆的建筑空间 然后透过AR实境游戏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像是一种就是沉浸式的方式 只是说民众必须要就是有一个来挑战跟闯关的心情 那有奖品吗 就一切都是数位的 对那反正总之也是一个就是并非是实际现场物件化的 这个就是东西或者是作品 而是必须要透过AR的方式 然后情境式的方式 然后有点像是闯关的这种方式 然后让民众跟空间跟他们的想象 还有艺术家的画作去做互动这样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时期里 我觉得其实数位化跟多元化的概念 其实某种程度它已经成为我们现在开始 就是在做很多不同的策展工作跟活动的时候的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刺激 我觉得它加速了让我们去思考就是说 当然一般的展览有它策展的一个就是方法跟途径 跟展览展出的这种空间样态 那但是在这个之外 或者说在这个之中 我们还可以去连结很多什么样子其中不同的可能性 其实你刚才讲那个Podcast还有AR这种东西 它其实就是比较 像AR战它也是有视觉 但它其实有行动在里面 对对 那像Podcast它就是会是以声音为主 我就想说其实我们在讲共荣展的一种精神 就是你可能可以触摸 可以针对不同障别的人 比如说听障视障 甚至精神障碍的朋友们针对他们的服务 那我觉得像声音其实就是 我们一直常会做的一块 对对 所以那共荣其实如果把声音的触觉的 然后还有刚才讲的这个行动的都加进来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多元的一种方式 嗯嗯嗯的确 你讲到共荣 我想到一个案例 也是之前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蛮常被拿出来讨论的 就是在英国那边有一个美术馆 然后他们其实用了一个之前是协助 这些身体不变 跟没有办法到美术馆里面的人 来看展的这个工具 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导览机器人一样 就是这个导览机器人的上面 就是它头的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 就是摄影机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会像一个一个导览的人 然后实际的引导大家的这个视角 去观看这些画作 然后会有讲解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把现有工具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对 同时也可能会把某些工具结合在一起 是是 所以它可能就是开发了新的一种工具 也可能是提供了新的观展经验 是 但是我觉得它到现在都是开始 它其实还没有走到最极致的那个方向 其实我自己是很期待 就是在这种科技跟工具应用的过程当中 它反而可以刺激很多创造性的发展 那比如说像我之前提到那个 就是俄罗斯的那个影视卢博物馆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有趣 他们就是邀请了那个导演 然后他就是用那个iPhone 11 Pro Max 然后用一镜到底的方式 所以他整个段落就是大概是三四 四个小时左右 然后一镜到底的方式就用那个iPhone 直接在美术馆里面做拍摄 所以那种一镜到底的方式 其实会非常像 你就贴着这个镜头 然后第一人称的视角 然后完整地逛完这个美术馆 那这个视角呢 当他在这个美术馆里面走动的时候 其实他的镜头前面不只是空旷的展场空间 还有这些作品跟建筑而已 他里面还有一些穿插着一些不同的表演的这个段落 所以他其实就很像是一个剧场情境 就是说这个镜头他动的时候 什么时候表演者要进来 然后他的视角要看到哪一些肢体 然后哪一些作品 然后哪一些建筑空间 然后他要怎么样在里面摆档 我们就是贴着那个镜头 然后共同走过那四个小时的时间 蛮久的耶 非常久 反正你线上收看嘛 对因为他到最后就是会被剪成像一段影片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就是利用了我们现在手机 我们经常在拿的这个手机 然后去iPhone 11 Pro Max 其实他强调就是他的镜头 然后可能跟他的就是电池的那个延续性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间里面 然后把他的这个镜头跟导演自己本身的影像美学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建筑空间跟里面的作品 还有这些表演者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演出 然后在里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算是整合性的 的这个创作 我觉得以前美术馆对于新工具的加入都会有一点迟疑 那个迟疑不是抗拒而是说不熟悉 或是会比较小心 对会比较小心 但是现在会变成说 美术馆跟新科技的合作其实是非常渴望的 对 因为你看到很多成功案例 对 那你也看到你自己适合把这个成功案例 某一部分拿来我的管作为我管使用 而且我觉得那个工具 就像我们下一档展览 其实是下一档主展览是全是一个有实践VR作品 实践VR作品这么刺激 就唐伦老师的作品 是是是是 这个实践的VR大家都会想说 哇排队人流 对 或者是说我们在观看 就全部都是在那个goggle里面 就好像你戴上goggle 你跟这现实世界切断以后 你体验了十种不同的假设人生 那美术馆放在 美术馆在哪里 感觉美术馆就是一个空间的载体而已 对 所以对我们其实也是一种挑战 除了设备器材跟作品的结合之外 美术馆的展成反而 当然那个还是人要到现场来体验 不能在 他其实没有办法在家里观看 那这个其实又加入了另外一个 我觉得新的挑战 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要如何让现场看起来 即便在排队里面 大家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体验 那因为老师这次的展览 他的题目是跟幽灵有关 所以你知道他的作品有些是会有 像出送带来往前往后 所以当你有好几台 上面都有人这样前后的时候 其实由侧面看就很像幽灵在那边穿着的感觉 所以像这样的展览呈现 其实他就非常符合了展览的主题 而且他其实也能够加强就是提出 人要到现场的一个非常的必要性 然后观展人也很有趣 那我再多问一点 他的作品的内容跟当代馆的场域是有关的吗 有关系也是他自己的实践全新的作品 所以都是从当代馆的这个空间场域里面的各种不同的脉络 或者是空间的某一个点去做出发跟延伸 应该是说我们的空间其实是作为场景的一种参考 但是主要还是他在讲就是在科技时代一种戒严 这种各种状况 其实当代馆的场域就真的非常的关键 对从日治时期到战后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那个空间历史的转换 历史然后他又有政治依偎 过去有很多时代不同的代表性 所以在这边其实科技本身的应用或者是他的创造性 就会变成大家重新去穿梭跟想象的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所有科技到当代馆都感觉他是一种幽灵的 真的不是恐怖 而是说他有一种新然后那种非常流动性的那种特性 的确是这样没错 对 以多元来这个议题来讲 当代馆其实在过去他在议题上 就是在展览的议题上其实他就一直呈现非常多元的 这个状态我们对于所有大家认为 这个展览不论是对于任何一种观众他其实都能够适合 只是说他可能有一些要特别服务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就会有手语导演 然后我们会特别为了这个市场的观众做一些触觉的体验 那这其实都过去在共荣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博物馆学上已经非常多的操作 那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展览的规划上就特别会希望他可能有一些 是服务某些对于设计有兴趣的观众 或对于声音有兴趣 像你之前策划那个展览 那这一些其实对于多元的方向其实都是都是过去我们常做的 那到近期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 我们对于观众的服务其实都在比较多是能够补足他们身体经验的那一块 但有一部分是我们可以开始来思考可能可以延伸的 就是我们其实台湾有非常多新住民 有非常多的移工 那在我们现在的当下陪伴我们的不是只有在台湾生长的这些人 还有很多就是在这个时间共同在台湾现出于线下的这些人 那我们都希望他的艺术禁用权利其实是能够被照顾到 不是只有在台湾受教育或是我们讲我们共同语言的人 可以享用到艺术的这个氛围 也希望说我们其实能够提供这个服务 让比如说移工他们在假日不只是只有去北车的地板 他还可以到北美馆当代馆甚至加美馆 那他要走进去其实他是像呼吸空气一样的自然 并不是因为我们提供给他们特别的帮助 但这前期一定要有很多的铺陈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很积极的跟央广合作 因为他们有多语的广播系 广播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师资 那我们希望以后每一档展览都可以有固定的 就比如说会有一场的越南语假设 一场的印尼语的导览 那当然就是我们就会希望能够贴近他们的需要 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不同语系或不同国籍的这些网红 只是我们可能不熟悉 但是对这些移工来讲 他们一看到的人就哇会疯狂 就是跟台湾的网红出现的是一样的 所以像这些服务让不同的观众慢慢慢慢他熟悉美术馆带进美术馆 然后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蛮棒的地方 我们其实非常多元 大部分的人也都非常的喜欢跟不同的人做朋友 那这个在多元跟共融这一块 我觉得就是除了内容上 还有对观众的服务上 我觉得我们都会更扩展来做 那我相信加美馆 因为在南部其实每次去嘉义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就可以用台语点菜啊 就是会有很多你知道各式的声音 那我相信说在不同的区域 其实它的共融跟多元 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方式 其实洛洛刚刚讲到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 最近因为那个就是嘉义要做 那个明年的设计展的关系 所以就是我经常会在网路上查询一些 就是美术馆里面设计应用的这些报道 或者是这些介绍 那其实大多就是现在在美术馆里面的 在讨论的设计 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这种 共融或者是禁用 或者甚至是社会设计的方法 然后尝试把很多不同的群众带入到美术馆里面来 然后不管是借由就是不同的语言 或者是文化的体验或者是身体 开发不同身体感知的这种方式 然后让这些人他们都能够有理解这个作品 跟观赏作品的这个机会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未来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蛮大的挑战 因为其实在南台湾 本来就有很多的就是来自很多不同的 这个国家跟城市文化的背景的人 那要怎么样让这些人 我觉得其实甚至连前期的宣传 我们经常都有都已经忽略掉 这一个就是针对部分的这些族群的这种宣传 那目前我们就是在开馆之前 其实有先做了一些就是有点像是 共融计划 共融体验计划这样的方式 就是先用大家一起出游 节气出游的方式 就比如说一起去 对一起去阿里山 然后一起去嘉义公园 就针对不同的节气规划不同的小旅行 然后去邀请就是不同的群众 也包括年龄的族群 对对对 对然后去共同 透过几种不同创作的方式 去体验这一趟旅程 比如说绘画 或者是其他方形式的这个创作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东西多元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它跟数位化一样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它对美术馆来讲 其实它真的就是变成一种 就是转化跟刺激的可能性 那多元这个议题要怎么样 再继续的把它打开 也因着就是 比如说因为台北跟南台湾的 这个文化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以至于我们的推广 跟我们能够使用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不一样 所以其实也还蛮期待 之后还有机会 再跟多洛分享 还是我们来两馆合作 太棒了 就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那未来也非常希望 还有机会再继续 就是把这个议题 继续延伸的做一些讨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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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